车子在曝晒下,温度一下子就升高,甚至是50、60度 这会加快塑料件的老化,以至开裂甚至漏水 如果打开车门闻到刺鼻的味道,要先打开车窗通温 这是因为坐垫含有很多含甲醛的粘胶剂 暴晒之后会导致甲醛泛发,所以先不要开空调 不然会瞬间吸入,有害气体导致头晕 最重要的一点,车内千万千万不要晃打火机 碳酸饮料和挥发型的香水 因为温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酒精压缩的二氧化碳爆炸 感谢观看